Hello 大家好 我是曾小妹 今天我们来到深圳 就带大家逛一下山姆会员商店 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叫我拍一下这个山姆 因为它是有会员卡才能进去的 然后那会员卡要200多人民币一年 其实都挺贵的 因为从来没试过行一间超市 所以要付回费的 但是因为我姐姐一直都有会员 所以我就有她的参数卡 所以我就靠这张参数卡在山姆买了三年东西 今天就跟大家来一个语音导览 一个逛街vlog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平时会买些什么 和我身边的香港朋友来到大陆 去山姆会买些什么 这是香港朋友尚气少的一大堆货品 我是万万没想到它是这样拖回去的 几乎所有产品它都买过一样 已经无法阻止香港人那颗喜欢北上的心 买完五云之后呢 就会下这个山姆的app 然后就在这里按翻那个五云 如果你没有这个会员码的话呢 是不能进场的 如果你有这个会员码的话呢 你可以带一村人进场 你可以带朋友进场 可是呢如果你没有会员码的话呢 就付不了款 所以要进去呢是要扫码的 不是扫码 就是出示给他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办卡的地方 大家过来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香港人过来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回乡证去登记的 要实名的 然后他会拍一个照片 跟你的实名登记 一定要出示的啊 不出示不行的 今天呢重点呢 就会介绍一些可以带回香港的 叫做手信啊 或者是大家过来shopping 通常会是香港人会买的东西 我们今天来这间呢 就是前海的分店啦 原来现在有一些晚成节的东东 那整间店呢 就好像这个IKEA那样的 那些货品呢 是超级之大份 还有很多氧化啦 这里呢就是一个 电子产品区 是什么都有的 iPhone啊 华为啊 Dyson啊 或者Sony啊 Panasonic啊 連Switch DJI 耳机 什么都有 全部都有 那这些就不多介绍啦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钱呢 并不是比起外面便宜很多的 但是会有很新款的手机 可以玩一下看一下 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概念 甚至这里呢 是会有VR玩啦 可以试试它们最新的产品 有我最喜欢走的家电区啦 有雪柜啦 这里全部都是日本製造的松下的多门雪柜 这个雪柜很有趣的 它这里可以加水 然后它就会自己制冰制下去的 就是这个格子里 会有个冰格 它用量也很大 但是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 这些真的超好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买了一部 类似这样的桌圆机 在家里封城 我也是在山姆买的 只是$1400而已 国产之光 DJI相机 但是这里就没得试的 就只有产品可以看 然后山姆最大的特色就是 所有的产品几乎 我连寿司和牛扒都吃过 它是可以吃的 它吃饭 它永远很多人在买 而且它的份量是很大 它吃饭的份量是较多 所以它绝对可以在这里一边走一边吃饱 立场饭 試吃 蠟腸飯 一口 棒 他買米的吧?蠟腸不好吃 米很好吃 這麼大塊啊 哇 這個叫試吃嗎? 這個叫飲食吧 好好吃喔 它那個味道很濃 芝士蛋糕 好大塊喔 嗯 然後隆重跟大家推薦的就是這個洗地機 這個在我姐姐家就是這個 然後它有一大桶的水 骯髒水 乾淨水 一個星期換一次就夠了 如果家裡養貓 或者小朋友的話 通常地上是超級骯髒的 這個是自動回去 就是自動換水 換水之後幫你掃地拖地 吸塵三溶 超級方便 多錢啊 好像要四千多五千塊 對 洗地機 現在就變成追覓 我以前那台就叫做什麼 我買那台是添河的 價錢差不多是一九九九 二千塊不到呢 就可以回家了 這台機真的超級適合人用 因為它推著你走 掃地 拖地 吸塵都是一流 水箱就要給那些小 所以如果香港小窩居的話 這些就是超級夠用的 價錢其實一點都不貴 我覺得甚至呢 是比淘寶上面的價錢 是值得很多的 有些型號是專貨 這個山姆會員價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過來買洗地機 這裡就有Dyson吸塵機 Dyson的價錢 其實應該是工價 跟外面差不多 沒有特別便宜一點 天文望遠鏡都有啊 噢 一千塊也不小 這塊呢 這塊要八千塊 天文望遠鏡 哇 這塊呢 就是我們露營的時候 去戶外用的 充電寶 它可以 儲大量的電 然後如果你在外面想吃東西 想吃火鍋 或者想開燈 想聽歌 什麼需要用電的地方 都可以帶這些機器出去 移動的充電 這個是超級大隻的迪士尼公仔 是超級大隻的 應該是整版的 那樣子 超級大隻 都只是79.9 噢 好可愛啊 這個Toy & Jerry 的兒童拖鞋 只有兒童 好漂亮啊 這個貓貓 如果牠有成人的話 我就買了 好可愛 下面還有Hello Kitty 這裡還有買鞋 床上用品的地方 可以讓你摸一下舒服的質地 這個只是300元也不小 我之前在這裡 直接看到Timberland 正版Timberland 只不過是700元而已 我看看這雙是不是 嘩 對了 Timberland 藍士鞋 529元 正版的 只不過牠的顏色和尺寸 比較稀 哇 真的超級抵 開倉價 這雙在香港買 可能要1000多元 這裡還有牌子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Like 還有Teditas 還有這個 Timberland 還有Outdoor 很多美國牌子都有 價錢其實也不算貴 160元一件 都其實幾多人在選衣服 大家都比較喜歡有brand的衣服 超級厚 質地超好 我上次看到這個哈利波特 已經超級想買了 但它現在已經沒有貨了 大家對這些環球影城買得超級貴的東西 但這裡只不過是159元而已 是值得買的 但它的質地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厚 好啊 還有一些白術公主cosplay 蜻蜓仔 什麼都有些 這裡就有些兒童學特用品區 翻譯筆啊 拆膠啊 甚至連這個 滑滑設裝也有 顏料 喂 這隻牌子好像是漂亮的 那些水彩畫 60元一盒 我不知道貴不貴 大家告訴我貴不貴 這裡連智能馬桶也有 馬桶蓋 只不過是1500元而已 但是這個就要裝這個 正水 不可以裝鹹水 如果大家可以裝到正水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買 真的超級貴 我家的那個都要1000元 正水機2600元 其實我走一轉發覺 這裡很多香港人 個個都是廣東話 而且口音全部都是香港 到底香港人過來買東西 是怎樣拿回家 我覺得很麻煩 但是我朋友就是 拖幾個行李箱過來掃貨 掃完之後慢慢拖 寵物用品 食品 零食 我試過買這個罐頭給他們吃 我們今天過來買這個 超級低賣的 洗衣珠珠 一大箱可以用我半年 我想 如果很少洗衣服的話 只不過是90元 平均一粒子是0.6 你想買這個還是這個 我們以前是買這個 價錢的 70元而已 這個89 多功能一點 今次買這個 這個呢 它做個展示牌 拆出來就是這樣的波波 直接扔到洗衣機上 超級方便 這個東西我好像曾經在白街見過 一盎 很小盎好像要5-60元港幣 這裡是兩大盎 大盎裝 只不過是99元 哇這個造型超可愛 送給人很開心 一大塊彎豆 才39元而已 這個造型好可愛 這個造型 是卡羅B的 99元的每日堅果 裡面是獨立包裝的 我吃過都ok 挺好吃的 最重要是很方便 而且抵食 這裡有很多美國製的果乾 榴槤 蝦桿 蝦桿 這邊有很多果仁 垃屎 全部都是 肯定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因為它大包裝 Member's Mark 就是3號它自己品牌出的 但是大部分 我見過全部都是國產的 產地都是中國內地 但是呢 是超級便宜的 你看這麼大包裝 整點幾kg 都是賣99元的 有時候3號做特價 牌就會顯示是黃色 或者是青色 那就可以大家認清楚 這些就是特價的產品 可能會有一些臨期 或者是一直都買不出的產品 這個66元的低支雞胸肉腸 就是我朋友 經常會買回去 給他的兒子 帶回學校吃的小零食 比較健康一點 還有減肥的 麥維他朱古力夾心威法餅 這個包裝很新 我沒吃過 很肥 但是很便宜 69元一大盒 朱古力區 金沙都有 大盒裝 售117元 這個是火鍋底料嗎? 好可愛 熊熊的東西 這個78元 純牛油火鍋底料 這裡還有竹生 這個竹生都是很划的 66元的 可以買一包回去打火鍋 浸水 之後洗乾淨 剪了鬆鬆就可以拿去打火鍋吃 66元 超划的 來這裡買一支 芝麻油 39.9元 兩支 大支裝 壽喜燒 調味汁 30元 一大支 咖哩醬 一大盒 50元 啊 曾經買過 用了三年都還沒用完 超大盒 買一大包的海鹽 扯鹽 扯鹽 巴黎水 玻璃裝 以前有三隻口味 現在只剩兩隻 嗯 還有外星人電解質水 打球可以用 這個橄欖油或者牛油果油 我也推介大家可以在山姆買 因為它也是一Lit裝 超級大支 只不過是80元而已 牛油果油呢 如果在香港 可能要去什麼 iherb那些網上買的 那這裡呢 有個初炸 橄欖油 都是70元而已 我家也是用這隻 炒菜的時候 不要太大火啦 最便宜最便宜 可以去到58元 一支橄欖油 這些東西在香港 沒有100元你也不用下桌 還有核桃油 零帆式脂肪酸 還有煲粥的一瓶 懶人包 可以直接倒下去 煲粥 好像很香 可以試一下 黑米粥 鮑魚 江貝蝦人粥 有機綠豆 桂花 馬蹄爽粥 土耳其 亞蘇拉粥 元氣 柯膠粥 三色黎米 88元 2200元 我們逛街來到 凍品區啦 這裡充滿著超級多的雪櫃 真的很多香港人啊 這裡 但是很多這裡 都不能帶回香港的 所以介紹得少一點 因為急凍 第二是因為生的 有些就不太方便 大家要買就記得買熟食 包裝的餅 塔 都可以買的 這塊我試過 超級難吃 勸大家不要買 還要超級貴 它層酥皮就不太酥 吃下去有些滑 超級滑 還有一些舊的東西 不推介大家買的 因為我有買過 留了一半都丟掉了 因為也是超級麻煩 而且它是很大塊 日式牛肉煎餃 一大盒69.9 超級無敵大鞍的蒙牛酸奶 超級美國 超級美國 這個東西不知道有幾個家庭可以喝到 喝得完 然後呢 就來到大家最喜歡的食品區啦 我們有熱制食品看起啦 雞蛋啊 奶類製品呢 通常就不能帶回香港了 所以呢 看看看著咖啡 這個泡芙也是超級好吃 90港元 但真的好難吃得完 而且雪櫃根本吸不進去 但是它是好吃的 因為它的奶油呢 是高級奶油來的 那些香草味 蕙梨奶油是高級的 超級大支的 49.9 原炸蘋果汁 再來兩句 然後通常他們是這樣掛在這裡 很奇怪 這裡還有很多混合的果汁啦 還有現在比較有名一點 60元的山牛乳巧克力奶 2瓶60元 但我通常喝不到 我先買奶 買奶奶回去喝 如果回香港的話就不可以帶奶的 別說我沒有提醒你 果汁可以 奶不行 這隻韓國的香蕉牛奶家庭莊 60元 上面還有憶力多 兩排23元 這裡有煙三文魚 牛肉片 鴨胸 雞胸 腸仔 什麼都有 這些熟食可以帶 四海魚蛋也是進駐了山姆 62元 超級貴 但它的包裝很漂亮 立即高檔了 四海牛筋丸 蜜魚丸 混合包 通常我會過來買牛肉片 肥牛片 這裡的肥牛特別好吃 肥牛片 火鍋超好吃 它的價錢其實也不算很貴 給大家看一下 107元 可以有一大餅 是不是想像不到有多大餅 這裡是1kg 1000克 而且它的油花是超級漂亮的 其他牛肉也好吃 這些在香港買至少都200-300元 最少最少 最少就是過期的 松葉蟹 盛盒 200元 超大盒 各式各樣的海鮮 這裡連三文魚刺身也有 買過一次 覺得一般般不特別好吃 但它的盛材真的超級便宜 一大盒的食物才148元 如果大家來深圳玩的話 想晚上吃盡它就可以買一片回去自己吃 或者成夠咬了 這個是可以生吃的 這邊還有大家最受歡迎的燒雞 奧爾良燒雞 這個燒雞 但是已經買完了 這個怎麼說呢 很划算吃 39元吧 就是那股奧爾良的味道 吃多會鹽 但是很划算 很划算 很划算 第一次來一定要吃 清檸果汁也是很多人喜歡帶回去買的 有帶子裝 洗子裝 但是我更加喜歡這隻西柚味 50元 這隻比較夾少少 酸少少 我就比較喜歡喝 還有它裡面是有一粒粒的果肉 先拿一盒 嘩 這個冬鬼好像是最新鮮的 幫大家切好的水果 方便大家就這樣馬上吃 完全不用去那些店裡買了 價錢都合理 合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毛花果呢 這裡是有整大盒的毛花果 只是50元而已 背背南瓜 39元一箱 啊 這個就是我朋友超級喜歡的 27元 泡菜一大盒 只是27元而已 這個酸菜是不甜的 45元一大包 裡面有兩大包 可以去掉水 拿來包餃子 或者平日 東北燒烤就喜歡送這個東北的酸菜 43元6粒拜西友 拿回去 小蜜金34元 你猜有多少 有一堆 一隻手都拿不起來 超級多 粒粒都很漂亮 這麼大塑膠都只是19.9 嘩 有時候比超市更便宜 這個保鮮袋也是超級好用 但有點貴 但它真的很多 22元牛油肚子 29.9 日式紅豆麵包 全部沒吃過 哈哈 但是是新產品 好 來到這裡 大家最喜歡的 烘培區 這個叫雜糧奶酪包 裡面是包了芝士 有點膩 我覺得一般 尤其是外面超粗 這個超級推介大家去買這個 蒜香軟發包 只要你用汽車鍋叮一叮 它變了外脆來源 中間是有很濃很濃的芝士味 怎麼樣 八包20元 這麼大顆 你拿來做什麼 家裡都沒人吃 這裡還有山姆的鮮肉月餅 沒吃過 很燙啊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 咖喱牛肉丹麥酥 只是20元就有6件 哦 還有這個超級至受歡迎的瑞士卷 60元 每個人都是搶這盒 這個也是來山姆必買的麻糬 只是30元就有一大盒 傻的 好像不用錢 可以買一盒回去 跟朋友分了 差不多了 這個超級超級推薦的榴槤千層大糕 裡面是超級超級多榴槤肉 我之前跟姐姐經常都吃 拿一盒回去 是一盒 是一盒 好重啊 好聚手啊 神經病 山日蛋糕也走回 瑞士卷 朱古力味我都吃過了 朱古力和咖啡都一般 比較好吃 都是原味 還有白雀茶 哇 超級大過的 梳芙里芝士蛋糕 它比較薄一點 但是超級大過 哇 這麼大塊的東西 才80元 剛剛吃過那塊芝士味超濃的 挺好吃的 80元 這麼大塊 想像不到它這麼大塊 不知道怎麼說 你看我的手 這樣這樣 兩隻手 50cm 這個我也吃過 70元有6個 它比較膩一點的芝士蛋糕 但是青檸檬好足 酸酸的 這個就是 朱古力香草泡芙 80元 這裡還有生果蛋糕 99元而已 裡面超多生果 超大個 萬聖節特有 紙杯蛋糕 我要問問我朋友好不好吃 60元 這個不知道誰生日的時候就可以買了 168元 超級好看 而且它在用動物奶油 為什麼呢 動物奶油沒有那種很甜的 植物奶油味 是比較好吃的 所以它其實真的很抵食 至於好不好吃 它就是抵食 抵食的味道 那些材料美的味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設計過 我覺得未必 把所有好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萬聖美貝果 是22元一大條 這裡有洋蔥貝果 又是22元一大條 這裡還有藍莓 原味 很划算 通常這些我會回去 切一半 然後分成一塊塊 每次分兩個貝果 這是大的牛角包 33個巴 牛角包比較遠一點 通常冷藏到急凍之後 拿出來的時候才切 切完之後就可以夾一些滑蛋吃 大家如果等冬天的時候 這裡是會瘋狂地搶這個 單冬士多啤梨 之前也有拍片介紹過 單冬因為它的位度 和日本韓國很接近 所以它產出來的士多啤梨 超級大粒 超級好吃 而且是很值得吃的 如果大家冬天來的話 就可以買士多啤梨 還有白色士多啤梨 是超級瘦款的 每次過來都是搶的 超大盒藍莓 70港元 它還是超大粒 喜歡減肥吃車離棋的朋友 36元而已 這大盒東西 我舉不起 超級多 36元 超重 這邊還有蝦的熟食 也挺划算 62元一大盒 怎麼都比CitySuper的 超級三文治 雞肉捲 海鯊雞肉捲 才45元 你想想去STARBUT 一捲半卡都45元了 這裡是四卡爺 才45元 然後一大盒的壽司 只有138元而已 哇 它的三明魚都OK 挺正的 買了一堆的東西 現在要用這個會員碼 掃一次 掃一下會員碼 然後才能結帳 所以大家不能冒充其他人 這裡還有一個熟食餐巴 也是很受歡迎的 很像IKEA 什麼都有 最受歡迎的就是這個牛肉捲 我今天吃不完 牛肉捲和披薩都很好吃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買 這裡有兩個小時的免費停車 如果大家開車過來 就可以掃這個馬 但是要出飛仔 即是要出市飛仔才可以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二百多元的年費 值不值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點贊 關注 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 帶你們逛街 體驗一下內地生活的影片 的話呢 按個like 分享出去 讓我知道 原來我拍這影片 是比較多人看的 那我就去拍多點了